眼下正是青藏高原牛羊出栏的旺季 在青海百万牛羊正在陆续出栏 这也带动了当地牛羊肉产业的发展 现在总台记者王硕正在一家牛羊肉的出加工基地 马上跟随他一起来看看现场情况 王硕你好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是在一家位于青海省西宁市黄源县的牛羊肉出加工基地 那么在我身后就是我们的牧民们刚刚运送过来的牦牛 而这些牦牛稍后会被安置在我们基地中的眷舍之中 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六个眷舍 而每一个眷舍大概能够容纳50多头牛 所以说在这个总面积大约在12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 最多能够同时容纳将近400头牛 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数量最多的是牦牛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由于牦牛的肉质会比较的紧致 所以在烹饪过后它们的味道也会更加的醇厚 但是由于牦牛的生长期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牦牛都是在三岁以上的 我们从这个基地了解到 最近这里每天都会处理100头牛或者是80只羊 那么这些牛和羊被运送到这里以后 会经过消毒 减易 加工处理 排酸等等工序后 牛会被加工成四分体 而羊则会进行整肢处理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从牛羊出栏一直到我们加工的整个过程 我们的消毒和检疫都会完全的贯穿其中 在牛羊出栏之前我们的养殖户需要首先提出检疫申请 在完成检疫以后才能够进行出栏 而被运送到我们所在的这种初加工的基地以后呢 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会马上进行检疫信息的一个核验 这样呢一方面是保证我们马上要进行加工的牛羊肉 是经过检疫的 同时呢也要保证我们运送牛羊的车辆 是在之前接受过消毒的 而在正式加工前的六个小时啊 这里的兽医和我们兽医站的工作人员啊 也会进行第二次检查 像这样的检疫工作呢 在牛羊肉正式流入市场之前呢 还会进行很多次 而经过处理后的牛羊肉产品呢 一部分会作为鲜肉直接流入市场 而另一部分呢则会作为原材料 供应给牛羊肉深加工的企业 在黄远啊 现在像这样一个牛羊肉初加工基地 一共有两家 每天能够处理的牛大约在400头 而要处理的羊大约在600只左右 而在他们的交易方式上啊 我们了解到 他们有按照活处的重量计价 和按照加工过后的生肉计价两种方式 现在呢我们的一头活牛的价格 大约是22元每公斤 而每公斤的活羊的价格呢 大致在23到24元 而经过处理之后呢 我们的生牛肉的价格会达到 每公斤48元 而生羊肉的价格呢 则会达到每公斤50元 如果再进行精身加工的话 他们的价格则会超过100元 截止到9月底呢 在青海已经有120多万头牛 和470多万只羊完成了出栏 那么为了鼓励和帮助养殖户 顺利出栏呢 当地政府在各地纷纷开设了牛羊的交易市场 同时呢在线上搭建了交易平台 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牛羊出栏的补贴政策 据了解啊 截止到现在 青海的各级政府已经累计发放的牛羊出栏补贴的资金 已经超过了2900万元 那么今年呢 省级财政还专门拨付了320万元 用于牦牛藏羊的价格指数保险试点 这样呢一方面可以保证 正在原有的基础上 我们的牧民在遭受到自然灾害时 能够得到保险的赔偿 那么现在呢 更是在牛羊肉价格波动较大的时候 能够更大程度地维护我们牧民的权益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的 谢谢王硕带来的探访 谢谢王硕带来的